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那我就经常做这样这样的样子出现 我觉得就OK 今年的3月1号 跨度蛮大的 你自己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最喜欢 就现在回过头去看 你最喜欢哪一个造型 其实我挺喜欢第一套的 因为我还是个自然派 那是穿那个黑色的礼服 然后虽然脚下灯的是高跟鞋 然后穿着戴着一个礼帽 但是感觉比较摩登那种感觉 然后又可以跳舞 所以其实就是美丽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说穿高跟鞋很漂亮 那一定很累 然后裙子很漂亮 你就会可能要担心出这样的 或那样的状况 对 凡事都会有两面性 那没有办法直全使美 然后在演唱会的表现 你自己达到预期的目的了没 演唱会的目标 我自己倒没有意识到 但是所有人的反馈跟我说都是超目标 都是超期望值很多 原来他们对你期望值太低了 原来只会跳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后来自己私底下想了 不会吧 原来你们对我期望值是很低的是吗 大家就说啊 他只要会跳 没想到还跳得不错 你自己现在一年都不多的摸索 会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 比较明确的方向吗 应该说比原来要清晰很多了 原来是怎么样的 原来的话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原来的话可能想象的就是 那我的目标就是出唱片 就是这个演唱会 那现在发现说其实这些不是目标 那这个行业来说 这些都已经实现了 对在这个行业里来说 这个是工作的内容 而不是目标 我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那现在的经过新一轮的认识 那目前的一个感觉就是 那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在音乐上再有突破 能够唱到更加震慑人心 更加广为流传的歌曲 能够成为一个被大众广泛认可的歌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现在我调整过来的目标 然后呢 尚文杰的歌迷粉丝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出去呢 会比一般的很多这种偶像型的歌手 会幸福很多 因为你的歌迷相对来说 白领比较多 相对理智一些 他们的这种一些意见的 在帖巴拉 blog里头的这种留言 这种反馈 你会不会去注意到 或者说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应该说 我是很重视歌迷的一些想法的 但是重视并不意味着要照做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我会去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不会去听他们的话 虽然说歌迷他会支持你 虽然说歌迷他觉得说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对 虽然他是你的歌迷 但是我觉得一个歌手还是应该为了歌 为了音乐去工作去生活 而不是说为了歌迷去生活去工作 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而我肯定是选择后者 对因为其实歌迷之所以喜欢你 是因为我坚持我自己的个性 我的音乐去影响到你 而不是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如果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的话 可能你就发现说 这个不是我所认识的歌手了 对 对 我今天非常高兴 一开始的时候带了很多疑问 经过一年的变化 尚文杰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让这个一头撞进来娱乐圈 这个尚文杰又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让我听得非常的欣慰 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他现在之前大家很疑虑 他会不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很舒适的工作生活 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一个尚文杰 所以呢我觉得尚文杰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来做客娱乐的翻天 好我也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给过的快乐 原谅诺人 人听了的钟 原谅爱情 像他自豪动 风吹过雨打遍天空 星星都好像快坠落 有时候如下草山 雕草红舟才有出口 雨打过雨打遍天空 但终究被阳光穿透 有时候漫长等待 当然清醒成熟